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到空旷无人的清雪寺就觉得值得了 你应该没想过一生当中可以真的是在无人的状态之下看到人王门吧 清雪寺号称是世界遗产级的 而人王门更是他的特色之中的特色 超爽 当然没有人的清雪寺你就可以跟人王瞪眼看 而接下来看到的是西大门 西大门前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青龙 听说晚上会跳跃出来去喝阴雨瀑布的水哦 清雪寺占地馆 地势高 所以春天的阴 夏天的瀑布 秋天的风 冬雪 都为他独特美丽载 而我已经收集了冬天的清雪寺 今天就在收纳秋天的清雪寺吧 现在眼尖的三重塔是日本最高的三重塔 供奉的是大日如来 再往前走呢 就会看到运营堂和其他三十座的迦南 更重要的是我刚才说过在没有人的情况之下 来赏一个人的枫叶 你相信了吗 这种不用跟人磨肩插窘 就可以看得到这么美的景色 哇 真超美 哇 阮山还美 这就是原来是这么 这是我上次看到的冬天的清雪寺 现在是秋天的清雪寺我都拥有了 原来玉与熊掌是可以兼得的哦 连玉手洗也没有人抢得用耶 验票处也没有半个人 来到本堂的大殿 哇 这种开阔的视野感 旷列处的每一个都是画 这个灯笼就可以证明是陶山文化所遗留下的产品 所以清雪寺是1200年来不同时间 留下的一个重要文化财 大黑天也没有人挡住呢 没有大混杂的人群的时候 你才可以真正欣赏一个建筑的美 还有这个寺庙带给你的宁静感 还有旁边上千三万株的风红点缀着自然的美景 古叉枫叶和一颗净化的心灵 这才是佛式该有的声音啊 这个波道就是夜阴欣赏的主要干道 原来白天也是这么美 在很多的迦南中间 突然发现一个供奉地藏菩萨的一个迦南 Oh my god 之前来的这么多次 从来没发现过 应该是被人潮挡住了吧 这次意外的发现 哇 应该是披散温暖的毛衣的地藏王菩萨 来守护着 祈祉小孩安心健康的长大吧 有些人喜欢一大片的风红的树林 但我更喜欢各种不同颜色交织而成的一个树林 好比蓝山有红有橘有黄 没错连日本人都尖叫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景色绝对媲美过蓝山 起码西宁身边的疗愈 四南山没有办法给的清净感 而经过清水寺本堂过后 我们就要到对面的澳之院 由澳之院的直安室的下方 广山回望到清水寺也很美 或一地的风红 地藏狐沙 或是澳之院看到的清水舞台和京都市 还有这么影响 这风景只有你和风景 这灯高过后就可以看到 只有你的清水舞台 好方便 好有事啊 感覺是一個最初期的稻荷神社 看來想睡的不只我一個喔 來到第四個重點 陰雨瀑布 譬如左是又可以求學月愛情和健康 不要懷疑 這個是瀑布 三四層高德 是由139顆樹林400餘年的大橘木製成 沒有用另外一塊釘紙喔 這個楓葉吃刀堡的感覺 真的是不會比南山少耶我覺得 而且你還身在這個紫山中 那種美妙的感覺 真的是你要到現場才能體會我的感受 我嘗試用不同的角度跟你解釋說 它帶來的震撼感 例如這個楊角拍的角度 是不是很療癒呢 更加沒有想到的是 其實清水室裡面還有一個池子呢 有棉會蓬萊仙島的感覺 也有極樂世界的感覺 無論任何一個感覺 就是美的讓人窒息啊 就這樣我就回到了原本的人王門了 這時候BP的離開地道來 沒錯 就是學生 還好我這一小時 把所有的清水室 也好好的欣賞了一遍 我終於可以離開清水室了 7點的時候吃了早餐 到9點多 就已經很餓了 所以我在找我的 和無知 不會吧 連斯努比都還沒開 真的是太早起了 接下來接踵而來的 就是不斷的 各種不同學校的學生 來自日本各國的 國高中 南校 很小生 由一種 國高中生 吃到飽看到飽的概念 清水是这门口直直走下来 就会遇到了三年版 听说这三年版跌倒 可是会三年内死亡的一个恐怖诅咒 所以这时候你就还要好好小心地走下这个三年版 然后看着店家忙着开门 这感觉真的也很微妙 我喜欢 这时候终于发现太阳也终于露脸了 终于没那么冷了 我的脸也没有那么僵了 但要继续走之前 我发现我需要回饭店一下 因为三年版就在青龙饭店的隔壁 我就走进去吃点小东西 还有小便下 这也是我住青龙的最主要原因 没想到想要变出来 全世界旅客都到齐了 银当中有些店选择重建 有些店已然大排长龙 而我也选择了酱烧团鞋和绝饼 作为我的午餐前的甜点 这个忘我停很恐怖 感觉五十五步以后会到异师节 灌完清雪市后天色才变暗 呼呼 十点后各种商业活动都不落起来 也包括了这个人力手拉车 而下一个重点 隐隐约约就可以看到它的塔顶了 那这样建到塔顶之前呢 就会下二年百安 这时候可以发现 是女生帮男生拍照 养性的另一种平衡 注意左手平衡的建筑物很重要 被前面的男学生和女学生 给分散了注意力 结果就不小心错过了 这一个二年版的星巴克 其实我是喝过这家星巴克的 今天主要是来让大家有一个 room tour 或是更精准的叫shop tour 波罗说已经到底 从一开始就有一个结账柜台 到最后也有一个结账柜台 很明显这个星巴克 主要是以一个丁屋的概念 把日本最传统的丁屋保留下来 但要切记哦 我好几次来的时候 值得甜点或者是食物早已经卖光 而且可选择的咖啡数 也会因为时据越久 越少选项 重点是二楼的席位 才是兵家必胜之地 首先在周手边的 就是主要的和式的榻榻米的座位 真是每一次都必定是人满为患 到另外一个镜头 你可以看到一些和式或是阳式的座椅 一样也被占据一空 哈喽 现在才十点而已呢 但我很喜欢在星巴克里面的 积遗水器 很有质感 十点的星巴克 陈列柜上的甜点和咸点 还算是齐全的 所以就买了一杯咖啡 一个甜点 吃饱了 就往下个行程走咯 这个建筑的外观 它真的很容易错过 也因为这一带都是传统建筑的保存群 所以长得都很像 真的很容易错过这星巴克 反正就是下二年版的时候 第一个左边的建筑就是星巴克了 请切记 八板字塔的五重塔 最佳的地点 所以你可以看到后面 看有各国的强调 各国的意义 然后准备来拍这个 京都最经典的一幕 我记得我说过 京都不是台湾人的京都 也不是日本人的京都 是全世界的京都啊 这家店让我想到 周叔回站的九巷胎啊 过来这一幕有枫叶 有橘子树 柑橘树吧 严谨的八板塔 有一种对比的鲜明美 也许在这里拍完美的棉塔 但这就没有三年版哦 再继续往下走 这时候你再回看 这个五重塔 其实它就呈现了 另外一种样子 尤其是两旁的商店街 夹炸着八板塔 接下来也是另外一个亮点 因为根深塔 是最早信仰 中国道教的 根深信仰的发起点之一 所以所拜的是青铜的金刚 但年轻一代根本不在乎里面拜的是什么 只在乎这个网美墙 俗称的网美墙 其实也就是会马啦 但是它是以一个猴子的形态抱着一条线 感觉很像一个球状物 接下来又要再去下一个金宝典 我觉得是赏枫叶最美的一个地方 这个维心 没错 这赏枫叶的地方和我们的护国神社是同一个方向 扔着这个标志可以小便喔 然后我会进入一个公园 是比较属于高台的公园 然后在这个高台式的公园里面呢 你可以走到上面 然后就可以平视了一个民房 接下来就要先吃掉我手上的蛋糕 这家真好吃 下次可以再考虑一下 没缘 可以看到护国神社的方向 也有满本王马先生的墓园 这地图很重要 可以让我们知道 我们今天的清水是 从三年版二年版 再到了一年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一个高级饭店 希望下次也就会住这一间咯 好 油凯的 Kioto Bistro 昨天就觉得很厉害 白天时候 反而是晚上就好看了 没法俯瞰整个新二三年版的地方 但三四都可以 現場真的很震撼 可是不知道你能感受到幾分呢 然後高台市就還可以看到一個在陵墓區裡面的一個觀影像 又讓我再次想起速東波的牆外行人牆裡家人笑 由於時間緊迫我就只從大門裡面盔竅這個菩薩的容貌 可以發現高台市外面的繪碼都是用心形的 這個可以暗示這些什麼呢 因為高台市是封城秀吉的正式所建造的一個寺院 所以相對來說比較多細節和溫柔婉約的部分 所以就是這個高台市和其他的寺院不一樣的地方 他展現了這個夫人對於景觀的細膩和男生不一樣的地方 不論是小屋、池子、回廊或是庭園的設計真的是一絕 但是高台市裡面其實很多地方是不能拍照的 所以剩下更多更有趣更有質感的東西等待大家去發掘囉 沿著石坪小路就可以達到下一個目的地 沿山公園 在到沿山公園之前這個塔頂非常吸引我 萬赫從中一點藍 停在拉車夫和小姐姐的解釋 我終於知道這叫什麼 我們在我們後面那個有點 復古式的Tiffany藍的這一棟 叫做紫圓閣 清水寺是非常多的寺廟積極的重地 所以沿路上可以看到各種不同為寺廟、為佛廟而建造出來的一個大禮堂 所以發現在臥佛的時候 哇!我也是一驚耶! 龍池上大學院 你厲害 然後經過一些地攤販賣吃的時候 你會進到一個非常非常大的公園 佔地8600平方公尺 大概就是豪斯登堡的一半 除了有美麗的楓葉之外 這裡是以800棵以上的櫻花樹 是它明文俠俄的原因 當然除了櫻花 它也有柳樹還有楓葉 更重要的是這裡九層以上都是當地京都人必逛的一個楓葉名聖 然後呢如果你不喜歡去那種寺廟佛廟的話 你可以來嘗試看看然後當地市立的一些公園 公園附近有一些小橋流水啊 然後旁邊做了一些植栽災 包括當然是有楓葉啊 柳樹 還有已經卸掉的一些楓葉 甚至有一些應該是櫻花 很大隻的魚 它也是日本京都裡面最古老的一個公園 到了公園就可以享受剛剛買的楊羹來奠一奠五味啊 雲山公園的日本庭園是小川治兵衛所做 有野外的音樂廳還有更注目的是一重白彼岸之錘音 感覺春天的時候是需要來這裡賞一賞櫻花了 當然你也可以看到劇作或是一些婚紗拍攝的小組 在這裡進行拍攝 一步在這裡還出現了一個雕像 還是兩人成群的 這就是版本龍馬和中鋼聖太郎的同像 對於日本全面的企劃這兩個人的功勞 可是功不可沒 我本身也非常喜歡龍馬 突然一個畫風一轉感覺又黑到藍山了 但不小心轉得太用力了 怎麼突然間有點太開心了 又來才發現好像是從大阪來的湯戈亞基 沒關係順勢而走經過了這個鳥居 就會進入了八百神聖的一個境地 可以很明顯看得到 氣上非常鮮豔的紅色是八百神聖的一個標誌 當然八百神聖比較像是當地的神道教的信仰 而前面就會有各種賣小吃的攤位 而經過前面的人完門之後 面對的就是紫緣 而這個駁犬我覺得它的氣勢很輝煌 也有點震責我 從八百神社過了這條馬路的對岸 就有一個非常有名的拉麵 叫雞拉麵 外表和一般拉麵很沒想像 但網路上 Vlogu的評價非常的高 所以就硬要點了一碗 再加上一個蔥花的煎餃麵 滿滿的蔥的一個餃子 吃到這裡就已經是 謝謝大家 代表說這條線以下 他們就覺得這家店已經被肯定了 代表這家很好吃了吧 日本隨處都可以看到選擇年度的漢節 我覺得這個挺有意思 我很喜歡 精神飽滿後 現在來餵五丈廟 尤其是甜點的部分 第一個選擇的是在 花劍小路上的得到 所以選擇把它外帶 回到我的青龍飯店再吃 第二個是在白川鄉的小生 結果人滿為患 第三個呢 我們就回到了可原底 有一家百年小店 叫永樂局 可是我來了很多是日本 都必吃的一個甜點 因為它似乎 不再會排隊 而且選項多 味噌也很多 時令季節的一些 sanday或是buffet 都非常合我的胃口 有123456789層的概念 九層塔 大家如果找不到 好色的甜點 可以選擇這一家 接下來 捷徑的斑晚 我就回到了青龍飯店 關於青龍前兩集 有更詳細的介紹 我就不贅述了 最後 希望大家 喜歡我的旅遊Vlog